好的谢谢 我下面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重复吧 就是说你看到说是停火之后啊 现在就是1948年7月是第一次停火结束之前 这个种族清洗的例子你能介绍一下吗 对你能听到吗 对就像我们前面一起讲的 就是那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一波一波 从一开始的这个萨萨村 到这个最早的这个这个奇萨斯 最后呢到萨萨村 最后是戴尔亚新海法亚法 到五月到1948年五月 城市部分的种族清洗进完毕 所以六月和七月主要是在乡村 那么这里面呢 在乡村清洗当中呢 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案例 就是那个阿德利特 阿德利特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延场 那么这个这个延场呢 是阿拉伯人在这里这个造的 他们那个时候呢 就是阿拉伯人一开始 对犹太人总体来说 进这个进这个以色列 进巴勒斯坦 是相当友好的 就是和比特这地方对比 就是我们不是要我们 这个我们的判断 我们用当时犹太夫国主义 一个著名人物 叫那个哈安 哈安呢 就是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笔名 因为他是比较用 那个阿拉伯的笔名 但是这个名字叫金斯伯格 这个人呢 是在奥特萨的犹太人 是今天乌克兰奥特萨的犹太人 那么这个哈安呢 他提上了一个叫这个犹太夫国主义 叫文化犹太夫国主义 他非常反对到巴勒斯坦去建国 他认为呢 以色列人 犹太人应该去 但是你去呢 应该在那里 就是就像我们那个华人 到美国来一样 做一个模范的公民 让别人感受了 你这个文化的这个 这个优势 他是这样一个大部分 那么那个什么哈安呢 写了一些文章 他首先写了一个文章 就是说 这个我们老是说 巴勒斯坦是无主 就是无地 这个无人之地 等待无地之人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没什么地 这个等到我们犹太人搬过去 不是的 他说他去了那个巴勒斯坦以后 他说了 巴勒斯坦没有一块地 没有被坑住 所有地方都被坑住 所以他说第一句话 第二个话 但是欧洲的犹太人 就导经几个世纪的这个排气 以后 他们到了这个 当时还是奥斯坦土耳其 到了巴勒斯坦 他们感到一种空前的自由 空前的安全 但是 有但是很多 马上就换了一副面 对当地人变得很 就是这个 甚至于当地人非常的不友好 攻击性 导致阿拉伯人的这个感感 他就说 这个阿拉伯人好欺负 他对此写了文章进行批评 那么当时呢 这个阿达利特军里面的这个研厂 好 我们接着讲回来 那么他这个研厂 是阿拉伯人开的 阿拉伯人呢 就雇佣了一千个犹太人 让他们一起干活与工作 随后呢 这些犹太人呢 哈加纳到里面去组织 这些一千个犹太人呢 就组织起来 一边呢 在这个研厂干活 一边呢 这个搞那个哈加纳训练 军事训练 随后呢 他们又 转捕出来 把这里的阿拉伯人 赶走 就是阿拉伯人在 原来雇他们的时候 这个地方大概有五千个 阿拉伯人 到他们种族经济开始 大概还有 那么两百号人 其实这两百号人 最后他们也把他们全部赶走了 今天这个研厂呢 是以色列一个特种部队的 去的基地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 他们这个 这个 他们就到乡村去 去赶阿拉伯人 那么 这个乡村里面的阿拉伯人呢 就是能跑的 这个年纪比较年轻力壮的 妇女啊 儿童啊 都跑掉了 但是呢 他说 有一个村 里面的 还有一百多号 老人 走不动 结果呢 这件事情又成了一个问题 就说 你们怎么可以 把阿拉伯人 老人 把他们留下 所以他们用力把他赶走了 所以本顾里安 在他日记当中 就把他写出来 非常冷淡的说 这个村 终于最后把这个一百个人去掉 所以呢 以色列还为这些行动 取得各种的这个行动代号 其中他们专门用了一个词 什么词呢 就是犹太人过于月节 他要把这个桌上的这个面包屑啊 很清理干净 他就用这个词 就是这些村庄啊 剩余的这些阿拉伯人 哪怕是老人 走动了 就像那个 把那个面包屑 清理完页 所以 大家如果知道这段历史 大家就知道 今天我们在加沙看到的 是一种光荣传统的延续 唯一值得惊讶的就是 包括我自己 咱们会到今天才去了解到 这样一段历史 那我先说这些 我先说这些 感谢观看